為了讓獨居長輩過一個好年 華山基金會每年都會準備愛心年菜 送到長輩家中 前鎮區公所今年愛心不若人厚 號召台電單位一起響應 愛勞人愛團圓的公益計畫 目標是要認住40份的愛心年菜 要贈送給前鎮地區的弱勢長輩 希望大家愉快共享盛聚 香噴噴的腊叭粥 從前鎮區長手中細心地送入長輩口中 這是華山基金會在腊叭節前夕 為長輩們現場烹煮的腊叭粥 希望獨居長輩也能有人作伴 感受到溫暖 很好 滿好吃 很好還不錯 滿好吃的 感覺像過年一樣 大家穿越南 我去外國長這樣香味給我吃 我很幸福 我很幸福就對了 我不知道怎麼說 我不知道怎麼說的 好的好的好的我就不可以說 但是要感謝華山基金會 很照顧我們國大老人 為了讓獨居長輩能過一個好年 華山基金會每年都會準備愛心年菜 送到長輩加州 前鎮區公所愛心不落人後 今年號召台電一起響應 愛老人愛團圓公益計畫 認助40份的愛心年菜 贈送給前鎮地區的弱勢長輩 那我們今年我們有弄了一些預算 就是有一些預算 希望說能夠支持他做這個年菜送餐 這樣的活動 那今天這樣的一個活動代表什麼 代表說年節快到了 然後隔幾天我們就馬上要 這個蠟月 蠟月我們提早來祝我們長輩 來幫他們過節 希望他們這個來年今年能夠健健康康 平平安順順利利這樣子 事實上民國92年開始 華山基金會就展開這項 送愛心年菜的活動 今年全台目標是2萬份年菜 由於受大環境不景氣的影響 至今募集還不到目標的一半 基金會希望民眾能夠共襄盛舉 讓弱勢長輩在過年期間也能享有溫暖的感覺 在這邊也要呼籲社會大眾 可以一起響應這樣子的一個愛老人年菜 愛團圓的一個公益計畫 認住這些弱勢長輩的年菜 那一份年菜它是六菜一湯一甜點 它所有的食材都是為了我們這些獨居長輩 做精心的選用的 比方說可能包含它的食材特別的軟爛 那還有包含它的口味也比較清淡 裡面沒有一些魚刺啊骨頭等等 一副筷子一張椅子 常常就是獨居長輩團圓夜落寞的景象 華山基金會希望六菜一湯一甜點的愛心年菜 能夠送到美味需要關懷的長輩家中 讓老人家也能度過一個溫暖的團圓夜 港多新聞 潘志光 採訪報導